关于三名美军士兵在位于约旦东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遭袭身亡事件 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美国的央视记者刘旭 刘旭你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好的 殷旗来给大家介绍 确实像刚才片当中已经介绍的 对于这次美军在美国媒体报道称 表示这是在这个约旦境内的一期 这个军事基地的遭到的袭击 那么在当地时间的月28号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救美军的基地 在约旦遇袭的事件发表声明 他表示说对于此次袭击事件感到愤怒和悲痛 并且称了由这个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 应该对于这起针对美军的这些持续的袭击来负责 美军将会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来做出回应 奥斯汀也表示说美国总统拜登和他本人都不会容忍 对于美国军队的袭击 他们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保卫美国及其军队的利益 我们知道拜登总统在当天早些时候 也确实发表声明表示说美国要做出反应 那么对于遭到无人机袭击的地点的情况 美国媒体是这样介绍 表示说这是美军位于约旦东北部的一座 叫做22号塔的远程后勤基地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基地 美国官方还没有给出最清晰的说明 那么媒体介绍呢 说这是一个给这个叙利亚的美军基地 来提供补给的这样一个后勤基地 美国媒体另外还在关注了一个点 还在讨论说为什么无人机袭击 这座22号塔的防空系统却没有启用 另外呢 其实由于无人机袭击 确实击中了这个士兵居住的区域 因此伤亡较重 那么受伤的情况 包括从轻微的割伤到脑外伤等等 对于这些士兵的身份 也有美国媒体在讨论到了 说主要都是预备役的士兵 但是这也足够给拜登政府施加很大的压力 因为国会的议员在28号也迅速表态 要求拜登马上采取措施 对于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 来采取行动作为回应 那么我们预计呢 其实在美国时间的周一之后 拜登政府以及五角大楼 还会有更进一步的声明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无人机袭击的事件 美国政府的具体的回应措施 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 请期